俄羅斯撤軍之後也引發國內的反彈了 交給慧雲 俄羅斯要決定撤出 在烏克蘭南部占領的重要城市赫爾松 對他們來說真的是一大挫敗 那麼根據紐約時報 這邊就有俄羅斯的布魯克 還有很多的軍事分析 表達了批判 他們甚至說這個是1991年來最慘烈的挫敗 那麼現在俄軍要怎麼辦呢 他們已經撤出了赫爾松 棄手到了另外一個港口城鎮格尼奇斯克 他們把這裡作為他們新的臨時守府的陣地 但是烏克蘭這邊就指控了 他說你俄羅斯撤退就撤退 居然還在撤離完全離開之前呢 破壞了很多我們的基礎設施 而且我們這幾天看到外電上的畫面是說 這個俄軍在離開之前還有埋下地雷 那麼現在在赫爾松這邊呢 有好幾座的橋樑被炸斷 甚至當地包括一些供水供電供暖器的 天然線的管路啊 其實都已經被破壞了 那麼最重要是當地這個新卡科夫卡大壩呢 因為這座大壩呢 如果遭到破壞的話 下游數十萬人可能都會面臨非常嚴重的風險 那麼他們現在指控說俄羅斯好像來破壞了這座大壩 那麼現在這樣子的挫敗對俄羅斯國內來說 當然是非常難以接受的 那麼尤其呢過去這個普京相當依賴 他甚至有普京大腦稱號的俄羅斯爭議政治理論家杜金 他對普京的知識也減少了 因為他甚至在社群平台Telegram上面發文 他呼籲俄羅斯人民要起義推翻普京政權 甚至說要處死普京 會議外界也在猜測說俄羅斯撤軍是不是有其他的目的呢 好俄羅斯決定要從烏克蘭南部的赫爾松撤退 這當然讓俄羅斯總統普欣面臨了更大的壓力 尤其是我們回顧整個開戰的時間軸 可以看到呢 在這個2月24號的時候 這一天是俄羅斯開始進攻烏克蘭的時候 結果幾天之後3月3號的時候 他們其實就已經控制住南部的赫爾松這個城市了 一直到11月中他們現在宣布棄手 那麼整個過程當中大概有8個月左右的時間呢 可以看到赫爾松都是屬於在俄羅斯軍隊控制範圍之內 尤其在9月中的時候 他們還決定在這邊辦一場陸俄攻投 就是說要透過攻投的方式把這個赫爾松 併吞化為俄羅斯的領土 那麼當然呢 不管是這個攻投的計畫 還有現在這個軍事強攻的計畫 看起來都是不如普京之前預計的 有這麼的奏效達到他的目標 所以釐對像樣的結果 現在克里姆林宮要怎麼樣對內來報告呢 他們說撤出赫爾松是勇於行動 是為了重整軍力減少損失必要且明智的決定 這是他們大內宣的方式 那麼武漢政府之前就擔心說 俄軍說要撤出會不會是一場軌跡 其實是空城計要來引誘他們的陷阱 那麼倒是美國這邊的智庫戰爭研究所就來分析了 他們認為說俄羅斯官員已經準備好 如果這個當初的七敵戰術沒有辦法成功的話 他們就決定要撤出赫爾松 好 剛剛提到說他們希望可以擺脫這個軍事被動的一些狀況 那現在怎麼樣呢 好 其實在俄軍撤出了赫爾松 外界更關注的下一步就是說 接下來的烏俄戰是俄羅斯這邊要怎麼走 因為他們認為分析師認為說 現在其實看起來俄羅斯都是處於節節敗退 而且是處於被動的局面 要怎麼樣反轉這樣的局面呢 短期內看起來是沒有可能可以反轉這樣的局面的 因為第一個關鍵原因就是在於 其實俄羅斯不斷的在降低他們的戰爭目標 剛開始說是要全面攻打烏克蘭 結果這個作戰範圍已經慢慢慢慢縮減 從北部已經縮減到這個北部啊 東半部東南部這一區了 所以可以看到整個戰事的目標是不斷的在修改的 另外第二點就是說現在呢 烏克蘭這邊他們俄羅斯已經撤出了蒂涅伯河的西岸 往東岸這邊但是一到東岸就可以挺得住嗎 其實這也未必有 因為其實未來呢 烏克蘭都已經收復了赫爾松 對他們來說是士氣大正越打越順 所以有可能俄羅斯根本就頂不住這個烏克蘭大反攻的壓力 第三個原因來看到是說俄軍失利的根本原因沒有改善 根本原因是什麼 就是他們的兵力不足士氣不足 前線的資源不足 而且呢他們跟這個烏克蘭之後 還有盟國所擁有的這些軍情上面的科技落差實在是太大了 他們獲得的資訊都是慢人家一劫 而且導致於他們做出很糟糕的判斷跟調度 那另外一點就是說他們很擔心說這有沒有可能打成是代理人戰爭 就是說美國的目標其實是要來根本上的削弱俄羅斯的軍力 進而消除掉俄羅斯這個戰略上的巨大威脅 現在看起來這個目標還沒有達到 那美國還有其他盟國的支援力道會不會足以支撐 烏克蘭繼續打下去 那最後我們會在這邊看到一場代理人戰爭嗎 這個也未必 所以其實對於這場俄羅斯戰爭在這個赫爾松的重大挫敗之後 俄軍還有俄羅斯的行動會是什麼 這個是外界接下來要持續關注的